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我桌上這個 來自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的 然後是哈特斯出品的 1比6人偶 薩諾斯 介紹這一隻薩諾斯 他是3.0的版本喔 因為他前面已經出過兩隻了 那他跟之前有什麼不同呢 主要在 以之前的2.0來說的話他是在 盔甲的部分 之前2.0的話是沒有盔甲狀態 3.0是有盔甲狀態 那他也是根據 終局之戰裡面的造型去設定的 所以 就是比較符合電影的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拆開運輸箱給大家看吧 拆開運輸箱之後呢 這就是他的這次外盒的設計 當然他這次很明顯的跟之前的無限之戰的合繪是不同的 基本上他們每一次的 電影的合繪當然一定不一樣 應該這樣說 他們在之前在無限之戰的話是比較上是用 畫風式的 那他這次比較有點算是 寫實照片的方式去 做出了合繪 整體上薩諾斯的臉看起來就是 一顆 茄子啊 整體上他的外盒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把外盒拆開給大家看內容 就是我們將 裡面的內容物全部拿出來的樣子 那 大家也看到我們薩諾斯即將自行 你看他臉色都發青了發直了 不得了啦 部分吧首先是他本體的部分 再來是地台 再來是他武器 一把 然後他另外一個的頭雕 他有三隊的造型手 這邊一隊 兩隊三隊 然後再來是無限手套的部分有兩個 一個是可動的 然後一個是握拳的 然後這邊有發光機制 所以他這邊這一次裡面有附了三顆電池 做發光機制的呈現 然後還有他的頭盔 那他的頭盔這邊我們也稍微看一下 那他的頭盔這邊有暫存的呈現 其實一直以來HARTO一直在暫存的呈現都是做得非常不錯的 來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他上面這些呈現都做了然後後面也是 就你可以看得出他這種頭盔不是單純的上色這樣 都有做暫存的上色這樣 接下來就先來看本體的可動吧 在桌上的就是薩諾斯的本體 那來 介紹一下他的可動部分 那因為他是本身是有包膠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包膠的人偶應該可動度不大 但沒關係我們還是來實測一下 那首先是頭部 頭部的部分 那頭部的部分我們來上揚 然後 然後 低頭 啊低頭就不行了 所以他其實他是沒辦法低頭的 那他上揚是 一點點幅度而已 那他左轉 右轉 那這邊很明顯就是他的 脖子的 那個盔甲會倒到 所以他其實這隻的 可動幅度就這麼大 但是其實你要做一些 往旁邊看的動作是可以啦 一些姿勢可以 對 接下來先來看一下他的 兩隻手的部分 那先看 手臂的部分 那手臂我們先測試一下 平舉的部分 我們在這個盔甲沒有拿掉之前的話 平舉的角度是 這樣而已 對 那他這邊會干涉到嘛 對 我們先把他還原 那這邊 大家應該有發現他這邊是磁吸的 你可以拿起來 把他放下來 那放下來之後呢 他們有這個干涉的部分 他就平舉的部分比較高 對 平舉的部分 他裡面的關節是做到這邊 他假如可以再用 高一點的話其實會比較 但是 可惜他幅度就這麼大 對 那 我們先讓他回來 原本的狀態 對 那因為他裡面有做那個卡損的部分 所以他其實 在轉的時候有嘎嘎嘎的聲音 對 這樣也對他就是 久而久之的把玩下 比較不會就是 鬆掉都對 對 那我們來看手肘的部分 我用左手來示範給大家看 那手肘部分 因為他這隻是有包膠 那我們在 往前凹的時候 當然他的那個 皮會這樣折到 皮就會影響到他的那個 可動的幅度 然後你再彎 不行了 因為我不想太用力去 凹他 那他的 可動幅度就只能那麼大 對 就是平舉而已 那除非你是動前面的 手臂的部分 手臂的部分往前的話 是可以 可以舉到那麼高 但是因為這邊的盔甲會擋 擋著 他的幅度就那麼大而已 對 當你要做出一個就是 無限手操的那個揮拳的動作 是可以的 身體的部分 身體的部分呢 我先把它張開一下 身體的部分呢 因為他 他也動不了 身體的部分呢 他也動不了 因為他本身他 這邊盔甲這些衣服加盔甲這邊 他其實也沒有什麼向前仰啊 向後仰 對啊 那 這部分等於就當作不可動了 對 然後 再來是腿 很快的喔 我們進行到腿囉 那腿的部分呢 他這邊的話 你往外拉的話 他會有 這個聲音喔 對 他也是做卡榫 可是他 幅度就是 整到這邊而已 再往外拉的話就不行了 他這邊 他這邊其實裡面會有乾色 對 那兩條腿都一樣 極限都是這樣而已 他不能當你們所謂的那種 劈腿那些當然不能做啦 對 膝蓋的部分 這邊 他後 後邊 幅度也非常的小 他這邊甚至連一個45度都沒到 這邊因為他一方面盔甲也擋到 所以他幅度就只能這樣 所以他其實這次的可動當然一定很少啦 對 包掌的部分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邊 前面一樣 這邊前面 Hart Toys的人我一定都有的 大部分都會有的 這邊可以 往上 仰角一下 對 然後這樣子平放 對 然後他這邊 也是這樣 就往前移動這樣子 幅度就那麼大而已 可是還好因為 除非你要做一些 比如說向前傾的動作 要不然其實不用這樣子 那因為他主要賣點還是以他薩洛斯巨大的身軀為主 所以他其實主要還是擺設啦 然後你擺出一些比較 比較霸氣的那種姿勢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將他的無線手套換上去 然後再換上他第二個頭雕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是將武器跟頭盔 還有無線手套都放上去 無線手套的燈我們也打開了 對 那他 他其實 那他 那他其實比較適合擺設 其實說真的 Hard Toys的人偶真的是 你要玩真的可以但是其實 當然你要玩更多的可動當然有些會有限制 但是主要還是以擺設為主啦 除非你真的是 不care他會比如說 關節 久了會鬆動 要不然其實真的是以擺設為主 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收藏方式嘛 對 那我們現在桌上展示的就是他整體的樣子 就是無線手套加他的武器 等一下我會 錄一段 用旋轉地台的拍攝影片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一下他大概的樣貌 今天的 復仇者聯盟 終局之戰的薩諾斯人我 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對我的影片喜歡的話 麻煩幫我訂閱喔 然後分享也麻煩各位了 然後還有小鈴鐺喔 記得 那我們下一支的開箱影片就下次見喔 拜拜 拜拜 哦 by bwd6 by bwd6